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讨论的是美国股市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在昨天的行情 台北股市昨天其实表现的算强势 开低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上涨了42点 收盘指数12746点 涨幅0.35% 成交金额1629亿元 而OTC则是小跌了0.21点 收盘指数是164.21点 跌幅0.13% 成交金额388.51亿元 好 昨天台北股市表现良好 其中一个因素是三大法人都站在买方 包括了外资 自营商跟投信 都是连续性的买超 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因为美股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台指期的夜盘 也上涨了87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有机会开高 继续的站稳在季线之上 其实这对台股来说呢 终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不过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美国股市了 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河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 黄奕婷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怡婷 是 这个美股现在在洗川普三温暖 是 那的确从上次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其实就是十月惊奇或十月惊吓的展开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 隔天就有一个劲爆的消息 就川普蓝疫 那从蓝疫的消息传出之后呢 其实就选情出现了一些的 蛮明显的变化 就是拜登的相对支持度是快速的拉升 那这其实跟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有一些的市场评论员 或是川普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是有蛮大的落差 因为川普很明显把这次蓝疫 当成一个秀在执行 包含说他出院之后 跟他的一个宪兵做敬离的动作 其实都是秀为非常地明显 或是说在医院突然跑出来 跟民众致议之类的 反正是想当作一个秀 去抢占一些媒体的版面 也的确抢占媒体版面 甚至是一些社群媒体的版面 都非常的活跃 但是显现在民调当中的数字 却是两相背离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是目前最新的一个 美国综合性全球 全国综合性民调的平均水准 如果是用YouTube来看 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的话 可以看到 议庭为大家所准备的 这一个资料图 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一个民调上面的差距图 对不对 那基本上这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当然撇除2016 长期来看是一个非常准确的 评估 胜选几率的一个指标 那是做了一个 全国性的民调的平均值 所以它是包含了 偏川普的 偏拜登的 或是中立的 这些民调机构 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所以它不会有太多的一个 政治利益上 或是所谓的机构效应的偏颇 所以它的可信度是相当高 可以看到说 很明显的在 进入10月之后 川普的支持率 基本上是不升反降 但拜登的支持率 快速的上升 所以两者之间的落差 从一周之前 大概是7个多 现在大概都是9点多个 9点7个 将近10个 又拉大了 又拉大 那未来的十几天来说的话 也就是说在 接下来两次的总统辩论会 虽然川普还是很有意愿要参加 因为他不得不参加 因为如果不参加的话 他基本上是没有机会 再去拉近他的差距 假设他还是维持这么宽的一个差距 甚至更宽的话 基本上 可以满笃定的 就是拜登当选的几率很高 那现在市场也开始去 price in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说 已经在反映拜登胜选 胜选的一个状态 所以即使我们看到说 过去的两三个交易日 其实讯息是非常的杂乱 例如说两天前呢 其实川普就突然宣布说 他不跟民主党去谈判 有关于统胞性的财政刺激方案 那当天就造成的股市的 一个明显的尾盘重挫 那昨天来说的话 川普又说他愿意去针对部分的项目 例如说包含航空业 包含小型企业的 一些支持方案 包含像是个人的 1200块美元的支票 他愿意去谈 那也激励了市场 但整体来看的话 事实上整个股市的架构 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转变 待会跟大家说明 那就S&P500来说的话 所以你们判断这个纾困案 会部分通过 或者统胞通过的几率 到底高不高 基本上来说 因为即使是部分通过 也是需要民主党的 民主党的一个支持 那民主党在选前没有必要送投给川普 没有必要把他出给川普 所以我们判断是 即使是拆分性的一个支持方案 在大选之前也不太容易通过 那甚至大选之后的话 都还有一些 双方要去做讨论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到明年的1月 其实才是新的一个国会 新的政权要去做接替的时候 事实上还有一些 还有蛮多的时间 所以比较有可能是整个的一个 统胞性的一个支持方案 在明年第一季才有机会出来 那也就是说 现在出现一个蛮两极的状态 就是整个股票的反应 事实上老实讲 股票的一个警戒心开始下降 那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去反应 拜登会有蛮明显的胜选的几率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即使拜登胜选 他的一个胜差会拉得蛮宽的 也就是说川普赖着不走的可能性在下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即使市场的讯息是蛮纷乱 但是市场并没有出现一个 一致性的抛售 或是一个很恐慌抛售的状况 而是随着讯息面 而去做一个上下摆档 所以在大选之前的话 比较有可能的一个情境 应该是股市还是随着大选 越来越接近大选 传出的讯息出现一些上下的波动 但不至于出现像9月份连续下跌 或是比较快速下跌的可能性 目前看到大跌的可能性 是在下降当中 好 大跌的可能性下降 因为一些市场正在反映的是 拜登应该可以顺利当选 不只是当选 最主要是能够顺利 不会被川普这搅局 好那现在我的关键点就在于 这时候从川普概念股 就要转到拜登概念股了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 整个结构正在反映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看的不是只是大盘而已 你看的是要个别的产业 其实都要反映说 拜登当选之后 到底对这个产业是有利还是不利 其实就最近几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一个蛮明显的现象 就是科技股虽然有反弹 但是科技股的涨势是受阻的 因为其实民主党是一直有 有意图需要去对于科技股 或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些获利 去增加它的一些相对的科技税的部分 所以这对于科技股来说会形成压力 再加上说近期又有所谓国会针对 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个反垄断的一个调查 目前看起来的话 呃他们认为各个大型的科技公司 包含像苹果在Apple Store 然后脸书 或者是说Amazon在电商部分 都有蛮明显的一个垄断的一个动作 甚至像Google也是如此 所以基本上呢 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在于政治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有一些所谓的拜登概念股 例如像是最近涨势 涨势非常非常显著的就是绿能概念股 那因为拜登很清楚的表示说 当他上任之后要重新恢复巴黎协议 也就是重新要恢复减能减碳这一块 所以相关的一些类股注定 其实特斯拉也是 嗯 那近期的表现都是明显的优于大盘 或是优于其他的科技类股 这是呃接下来可以去留意的 第三个来说的话 事实上整个的架构 呃投资已经开始去预期说 当大选的风暴过去之后 假设明年第一季之前 或明年第一季能够达成财政 呃第二轮的一个整体性刺激方案的话 美国经济有机会慢慢步上轨道 所以近期来说的话 有一些类股上面的轮动是很明显 例如像小型股 那昨天罗素2000已经 呃突破了9月的高点 嗯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道琼运输类股指数 这反映的是投资人对于美国国内的这些大宗运输的一个看法 这反映的是对于国内美国境内的一个呃经济活动 未来的一个看好程度 那也来到了今年的高点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指标创下的波段新高 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些投资人开始去看待未来一年之后 可能或是半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 好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有强有弱的部分 弱的部分听起来是科技类股 相对 相对来说就是当然五大科技类股你像今天凌晨来讲的 也是大部分都是上涨的 但问题是他不再像之前呢 他的涨幅是远远的领先于所有的这个股市 相反的他的涨幅似乎还不如平均涨幅 现在的情况变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细节的部分让大家了解清楚啊 那么科技类股在拜登当选的氛围之下 他比较不被看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拜登加税 那科技类股赚太多钱了 所以会被磕很多税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因为他有拆分的压力 如果只是加税 我觉得通常来讲投资者比较容易算说 我到底用多 对 这个很容易算 对不对 但拆分就很难算 拆分的话就会 你们现在的评估他被拆分的几率到底大不大 或者是要等选举之后的结果来判断 就目前国会所发布的一些报告来看的话 其实指证是蛮明显的 就是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确有相当显著的 垄断行为出现 那在整个美国的经济氛围 或是政治氛围底下来说的话 的确是有压力去执行 也就是被迫被拆分 但后续还是要看国会之后的一个结论 更明确的一个讯息会在陆续再公布出来 目前看起来的方向 事实上是国会的确有指控他们 有去有做一些软弯行为 但后续要怎么处置的话 还是留待之后的一些讯息面来判断 但整体来看的话 部分的业务拆分应该会是相当可能 可能性很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以科技为主的投资 你会建议稍微保守一点吗 基本上来说的话 科技来看的话 其实因为它接下来的一个 可能的潜在力也会比较大 所以基本上可以去适度的调降 手中的一个持股部位 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待会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分析师现在对于第三季 跟未来一年的一个产业的 获利展望的一个分布 老实说是差异很大 好所以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其实不只反映拜登当选 那也要看产业的未来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美国股市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河头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 黄亦廷 好亦廷刚刚所提到的科技股 主要其实是指五大尖牙股 对不对 主要是五大尖牙股 那么如果是以费城半导体的话 那半导体的看法可能又不一样 因为半导体没有拆分的问题 其实税务的影响 没有像五大科技公司影响的这么大 我想大概还有一个想象因素 就是拜登如果当选的话 也许中美之间的科技战 不会打得那么样的凶恶 那这些半导体 如果要销售晶片到中国大陆 也许可能不会受到那么大的 对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压力 这是费半比较强的地方 所以你还是要把产业面区分的很清楚 好所以我们就先从产业面来看 可能未来的一个股价的走势 其实在广告之前其实跟大家报告 就是第三季的一个财报季即将要公布 那从现在的分析师来看的话 老实讲对第三季的财报看的是相对保留 那第三季的S&P500大概会是衰退21% 跟去年同期做比较 那7月份的预期是衰退25% 也就是说相对7月1号 其实投资的市场已经开始上修 它的一个获利预期 但即使上修之后 还是跟去年同期有20几个%的一个差距衰退 但产业面来说的话就落差很大 那我们先从那个worst就是表现预期比较差的来看 表现预期最差的是能源 是毫不意外毕竟油价跌了这么多 那能源类股跟去年同期比较呢 是衰退112% 其次呢是工业类股衰退65% 那再来是循环性消费股的-34% 其次是金融-21.8% 也就是说这一紧续循环 敏感性非常非常高的类股族群的话 它的企业获利很明显的受到COVID-19的冲击 受到紧续衰退的冲击的影响掉了非常多 就到第三季还是衰退这么多 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是IT 衰退0.7 也就是科技股衰退0.7 Healthcare有医疗衰退2.2% 那utility就是公共事业的话 大概衰退是3.1% 然后必需消费品 就一样的消费但是必需消费品 例如像卫生纸这种东西 大概是衰退3.9% 也就是说净位非常分明 相对于防御的类股族群来说的话 它的衰退幅度是偏低的 毕竟它们大部分是民生必需品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 群续循环敏感度很高的类股族群的话 它的一个衰退幅度就很大 那唯一比较让大家值得探讨的是科技 其实科技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受到冲击 尤其像五大尖雅公司 甚至有一些公司是受惠于COVID-19的冲击 但这些已经充分反映在当前的科技股价之上 至少就我们的看法是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财报相对好 基本上已经大家都已经买单了 那从现在看未来来说的话 如果是看针对明年一整年来说的话呢 S&P500大概会是正成长27% 明年一整年 相对于今年一整年来说的话 能源类股获利的预期 那能源类股的部分的话 今年表现最差明年会是最好 大概会是正成长 因为它的机器很低 所以今年机器变低了 结果其实落差很大 有些分析是估大概成长300% 有些是估800% 所以其实落差很大 但基本上都是数百%的一个正成长 因为机器太低了 就是三倍到八倍的成长 对对对 那其次呢 同样的是表现第二差的工业类股 明年可能是表现第二好 就是91% 那一整年来说的话CD就是 循环性消费品的话 大概是76% 然后原物料30% 然后financial就是大概是29% 也就是说今年表现比较差的类股出去 明年有机会出现跳跃式的一个股底翻的状况 好所以如果从获利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明年今年最糟的这一些类股 其实它确实明年就有因为机器低而看到它大幅度成长的可能性 所以短线上来讲是比较看好的吗 应该是说如果投资人是从现在到未来半年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我认为说到了大选之后 大家会开始去审视说基本面的复苏状况如何 那假设基本面的复苏状况搭配当时所丢出的 关于第二轮的一个财政刺激方案是比较正面的话 其实投资人会开始去reprice 就是重新的定价这些相对被低估的循环性类股 那其实小型股的再创新高 然后运输类股的回到今年的高点 基本上也开始反映投资人有做这样的一个资产的移转 所以基本上投资人可以去掌握这样的一个态势 就是可以慢慢去建立所谓价值股 或是所谓循环性股票 或是股价表现相对被低估的股票 或是产业它的一个投资机会 所以对你来说你可能建议的就是 也反映了现在市场上正在改变结构的部分 本来表现最差的 比如说能源工业 然后循环性消费 原物料金融 现在开始反而变成了 似乎有一点点这个比较强的一个主力的一个味道在 这是从财报的预期的角度来看 但是就能源类股来说的话 老实讲它还有蛮大的一个政治面的压力 那假设真的是拜登当选的话 其实拜登很明确的就是要去压抑传统能源 然后去扶持新能源 所以相对起来的话 也许在拜登当选之后的话 新能源会相对更有机会 或是节能减碳的相对的相关的一个类股出群 所以率呢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 那在今年表现最好的这一批 那明年的相对获利成长可能就会比较小了吗 基本上还是成长 就是科技类股还是成长 但是成长的幅度是个位数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它还是维持它本来的一个成长的步调 但是并没有因为低基期的效果而享受到一个 低基期所带来的一个跳跃性的一个爆炸性成长 所以就反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如果各位的角度是从未来的六个月 甚至未来六到十个月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话 可能真的可以去建立一些比较偏低的一个类股族群 或者是跟经济循环敏感度比较高的 这是六到十个月 所以是以短期来看待 一年以内基本上都算是短期 而不是就长期的一个看待 因为长期来看的话 有一些类股其实今年不好的 其实未来也不见得会好就是了 好那美国的这个经济上面 实际上面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很快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美国现在的经济处于一种 很奇特的分裂性的复苏 怎么讲呢 其实这张图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上面的橘色的线呢 其实是ISN制造业指数 反映的是制造业的业者 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 那目前大概是56点多 所以制造业复苏的很快 复苏的很快 但是消费的信心部分的话 反弹是相对落后 其实这就牵扯到整个个人的一个财政 尤其是失业的状况 失业的补助 好OK 时间的关系 要不要谢谢黄一提